欢迎锁定即时新闻现场 我是方彦迪 我们带来关心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阳明院区爆发了戒疮感染 院方检查57人 确定有两位患者感染 阳明院区医务长何清佑表示 9月30号收治了一位戒疮病人 已经在他院进行了戒疮治疗 有十多天了 10月29号检查也是阴性 但是同一天 这个病房通报就有病人皮肤 出现了红疹 也立刻的启动感控调查 来采取防治的措施 针对这个病房所有的病人员工 一共有57人进行了皮肤检查 结果有两位病人也是戒疮确诊 现在安排治疗 并且持续的监测当中